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地板施工程序的重点 木材含水率必须要达到施工说明书上的标准 地台一定不可以有空谷、爆皮及有翻杀的情况出现 在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地台的清洁及干爽 地板必须照墨线铺 口要对直、脚位要对点 所有木材颜色也要相似和木纹平直 木块千万不能有瑕疵 方格及窄条地板必须按照工程师批合的样板 至少要用两件木块围边收口 所有地板要在墙边位置留5-10mm的伸缩缝 脚线一定要紧贴墙身和地台 如果指甲线要接拨 就要根据工程师批准的位置 一定要以45度脚来进行接拨 所有窗台板的位置和水平都要按照图纸来做 以及要比窗的玻璃线低 天花线一定要装得牢固及平直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